第341章 一起出击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飞飞听到夜龙这话 真是有种把这家伙给宰了的冲动 死骚包 你再敢说一句试试 冷飞飞瞪着夜龙说道 被夜龙气的胸口更是一阵乱颤 我擦忧 夜龙看着冷飞飞胸口的位置 一阵眼花缭乱 要不要颤得这么夸张 现在可真不是夜龙耍流氓 故意看冷飞飞胸口的位置 而是冷飞飞胸口位置 的确是吸引人了 直接把夜龙的目光给吸引过去了 而且 冷飞飞还穿着警服 可能警服有些小的缘故 完美地刻画出她的轮廓 夜龙还依稀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见冷飞飞的时候 这景花妹子 第一次就被自己号称是极品凶器女 对她印象最深的 就是前方 很难想象 一个华夏女人 竟然有如此身材 而且还是纯天然附的 这个名号 挂在冷飞飞头上 完全一点不夸张 极品凶器女 名副其实 奶奶滴 要可知道 冷飞飞的 那可是纯天然的呀 胸不大的女人不熟 但纯天然 的确是狠手 嘿 我说景花妹子 你这可不能怪哥 完全是你身材惹的货 简直太好了 不人故意勾引人吗 夜龙瘫了瘫手 骚性十足地撇嘴说道 王八蛋 死骚包 看姐姐不把你的眼睛扣下来 冷飞飞愤怒地看着这骚包 被这骚包看两眼 也能忍 没想到还肆无忌惮地说出来 简直是不能忍 夜龙一个机灵 赶紧往旁边闪去 一阵乱颤 就知道这是景花妹子 发怒的前兆 想看景花妹子会不会发怒 完全不用看她的表情 看她的前面就行 夜龙跟冷飞飞在办公室里闹了一会 被冷飞飞给好一个收拾 经过夜龙的一番求饶 冷飞飞这才算是放了夜龙一马 死骚包 下次再赶乱评论姐姐 看我怎么收拾你 冷飞飞照着夜龙 用脚踢了一下 夜龙骚骚一笑 点头硬道 嘿 放心 哥以后不评论了 只看行了吧 哼 冷飞飞瞟了夜龙一个白眼 轻哼一声 景花妹子 这就咱们两个去搞张麻子哥 倒是没啥问题 只是哥怕张麻子 在偷偷地跑掉咋办 夜龙问道 冷飞飞摆了摆手 说道 放心吧 我早已经有所准备 只因为我们两个人 就是为了不打草惊蛇 现在我已经安排人 在各个路口加强关卡 想跑绝对是跑不掉的 不管大到小到都已经封锁 这样啊 那还差不多 夜龙点头硬道 行了 少废话了 时间差不多 我们就出发吧 免得夜长梦多 冷飞飞说道 嘿 等等 等等 夜龙赶紧说道 现在自己心中 又有了一个小想法 冷飞飞看了眼夜龙 然后问道 怎么了 扫包 你还要干嘛 嗨嗨 景花妹子 你看哥又不是警察 又没有工资 哥可不能白白处理 处理是要好处的 夜龙干咳两声说道 要个屁好处 再说 你不是已经亲过我了吗 冷飞飞踢了一脚 夜龙说道 就亲了一下 哥哪里能这么轻易满足啊 再说 那个吻是 帮你找张麻子的好处费 现在帮你抓张麻子 那得另外给好处费啊 夜龙头头是道的 摊手讲解道 好处费没有 冷飞飞直接撇头拒绝道 擦腰 不行 没好处费哥不去了 夜龙不高兴的 双手环在胸前就坐到了沙发上 冷飞飞站在夜龙面前 看着夜龙笑了笑 说道 真不去了 没好处 哥真不去了 夜龙态度坚定地说道 冷飞飞瞧着夜龙点了点头 说道 好啊 你不去 那姐姐自己去 姐姐的死活不用你管了 冷飞飞轻哼一声 然后摔门就出了办公室 嗯 我擦腰 夜龙见状 这锦花妹子软硬不吃优 随即赶紧追了上去 嘿 锦花妹子 等等等等 怎么了 骚包 改变主意了 冷飞飞转头瞧着夜龙说道 嘿嘿 哥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哥哪能舍得你自己去呢 那样多危险啊 夜龙骚骚一笑说道 现在夜龙心里着实郁闷 本想牵着冷飞飞的鼻子走 哪知道人家压根就不吃这一套 到最后竟然被人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夜龙不郁闷才怪呢 还还废话什么 走啊 冷飞飞照着夜龙踢了一脚 转头就下了楼 夜龙撇了撇嘴 有些蛋疼 自己何时才能征服这火爆的锦花妹子呢 看这形式 想征服锦花妹子似乎很有些难度 不过付出多少 就会得到多少 追锦花妹子要付出不少力气 但等得到锦花妹子 这么一尊人间有物 到时候 肯定会是一番美好 锦花妹子的身材绝对没得说 就是看上一眼 也会馋得让人流口水 绝对是火辣无比 为了发泄夜龙心中的郁闷 夜龙心中一阵歪地 等搞定锦花妹子后 一定要让她穿着她火辣的锦服 谁让现在这锦花妹子 这么欺负自己的呢 夜龙跟着冷飞飞 一起下楼上了车子 上车后 夜龙直接按照刘珊珊给的地址 前往杜雄飞的郊区别墅 杜雄飞的这栋别墅 是在郊区山底下的一栋度假旅游别墅 属于私人会所 在这里藏人还真是很难被人发现 因为这属于郊区 一般人很少会到这里来 一路行驶 夜龙开车 很快就靠近杜雄飞所属的度假别墅 冷飞飞坐在车里 看了眼夜龙 有些担心地提醒道 等会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 别受伤 本章完 第342章 吹牛是要挨揍低 小说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转头看了眼冷飞飞 骚骚一笑 说道 嘿 锦花妹子 你这是在关心哥吗 骚包 少臭没 谁关心你了 姐姐是担心 你受伤了 还要照顾你 怕麻烦 告诉你 要是受伤了 姐姐可懒得搭理你 冷飞飞轻哼一声 把头一撇 一副满不在乎的语气说道 好吧 夜龙撇了撇嘴 无所谓地说道 反正夜龙心里清楚 这锦花妹子 心里就是关心自己 就是喜欢口是心非而已 车子很快顺着道路来到山区那边 因为情况特殊 车流量比较少 很容易引起注意 所以 夜龙他们 必须提前探好情况 万一被他们发现提前逃跑 那抓张麻子 就有些困难了 待望远镜了吗 夜龙停下车子后问道 待了 冷飞飞应道 嘿 拿来我瞧瞧 夜龙说道 随即 冷飞飞就把望远镜给拿了出来 夜龙拿着望远镜瞧了一眼 远远地就看到刘珊珊所说的别墅 通过距离 夜龙估算了一下 现在的距离 再往前开一段路程应该没有问题 走吧 再往前走一走 然后 我们再下车悄悄赶过去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开车继续往前行驶而去 随即 夜龙开车 又往前行驶了一段距离 行驶一段距离后 夜龙就把车子停了下来 如果再往前走 那就很容易被人发现了 夜龙倒是不怕他们对付自己 而怕他们逃跑 景华妹子 下车吧 夜龙停下车后说道 冷飞飞点了点头 随即就同夜龙一起下车 下车后 冷飞飞拿出一把手枪 交给了夜龙 说道 这玩意拿着吧 嘿 那哥就不客气了 你有吗 夜龙接过冷飞飞手中的枪说道 有 实在迫不得已就用枪 但能不用 就尽量不要用 冷飞飞提醒道 夜龙点了点头 说道 如果仅有张麻子这种人物的话 的确是不用这玩意 走吧 我们 冷飞飞说道 夜龙点了点头 随即顺着小道 慢慢地就往别墅那边走去 别墅在半山腰上 两侧都是山体 看样子是经过专门开发建造的别墅 看到这别墅的地理位置 的确是一个藏人的好地方 没多会的功夫 夜龙和冷飞飞 直接就靠近了别墅外围 我们是偷偷进去 还是直接进去 冷飞飞问道 当然是直接进去 既然已经到家门口了 那就不怕他们跑了 夜龙瘫了贪手说道 行吗 偷偷地进去 是不是更好一点 冷飞飞建议道 没事 像咱们 就应该光明正大的进去 咱就是这么嚣张 这么掉 走吧 锦花妹子 夜龙咧嘴一笑 然后拉着冷飞飞 直接往正门走去 冷飞飞看着夜龙 一脸无奈 这家伙能不能低调点 要不要这么嚣张 夜龙同冷飞飞 直接来到别墅门口 别墅门口的两个保镖 直接把注意力 看向夜龙和冷飞飞身上 显然这种地方出现人 肯定是有问题 你们是什么人 两个保镖冷漠地 看着夜龙和冷飞飞 警惕地问道 收拾你的人 夜龙咧嘴一笑 一秒两脚踹出 两个保镖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就被夜龙给踹倒在地 夜龙可懒得听这些大汉 在吹牛放狠话 所以很干脆地 就干倒他们 警惕妹子 我们进去吧 夜龙咧嘴笑了笑 直接无视了地上的两个保镖 走了进去 哟 有情况 躺在地上的两个保镖 拿着对讲机 开始呼喊道 眨眼间的功夫 夜龙就听到了一阵 嘈杂的脚步声 很快 一帮拿着片刀 身穿黑色弹力背心的壮汉 从院子一旁赶了过来 一帮壮汉满头大汉 看样子是刚训练完毕的样子 夜龙估计了一下 差不多有二十多号人 每个汉子都是身强力壮 看来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手弟子功夫有些不一般 哼 杜雄飞这是要干啥 没想到杜雄飞 竟然还在这里训练私密力量 看样子是有大动作啊 夜龙笑呵呵地对冷飞飞说道 能对付得了吗 冷飞飞目光凝视着面前的一帮壮汉 轻声问道 冷飞飞也看得出来 这帮壮汉也不是一般人物 嘿 锦花妹子 你太小乔哥了吧 轻轻松松 夜龙拍了拍胸脯 自信地说道 一帮壮汉一脸警惕地看着夜龙和冷飞飞两人 随即一个平头男子上前一步 盯着夜龙问道 你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你也配知道吗 张麻子在这里吧 夜龙看着这个平头男子 笑了笑说道 平头男子听到夜龙这话 明显一愣 随即紧皱眉头看着夜龙说道 你们是警察 嘿 不错 就是警察 就是来抓张麻子的 赶紧让他出来吧 我知道他在这里 还有 别试图想从后山跑 因为我们的人都在后山 夜龙笑呵呵地说道 同时也适当地炸一下他们 省得这张麻子再往后山跑 当然夜龙不是怕追不上张麻子 而是懒得再从后山追他 所以夜龙想了一个小策略 炸一下他们 我们不知道张麻子是谁 你们来错地方了 平头男子冰冷地说道 来错地方 别跟哥装犊子 你当哥是三岁小孩子呢 夜龙摆了摆手说道 两位 我劝你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平头男子一脸杀气地看着夜龙说道 同时 平头男子手中的片刀一横 一副要动手的架势 夜龙不屑一笑 看着平头男子说道 嘿 吹牛逼呢 话落 夜龙一个剑步冲上去 一脚就踹了上去 哄 夜龙一脚踹在平头男子胸口上 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 平头男子根本无力反应 大眼一瞪 然后整个人被踹翻在地 瞬间 夜龙再次返回到原来的位置 夜龙看着满脸猙獰 被自己踢翻在地的平头男子 拍了拍手 冷笑一声 说道 还真是吹牛逼呢 也不怎么厉害吗 平头男子趴在地上 脸部肌肉抽出了一下 随即挥了挥手 说道 给我杀 不要留活口 本章完 第三百四十三章 放错地方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哎呀 景花妹子 这帮家伙 还真嚣张啊 夜龙不屑地笑了笑 对冷飞飞说道 冷飞飞叹了叹手 说道 扫包 交给你了 OK 轻轻松松 夜龙骚骚一笑 然后看向一帮壮汉 招手说道 一起上吧 看样子 你们是在训练 就让哥检测一下你们的训练成果吧 话落 夜龙一个剑步冲向人群 而一帮壮汉 拿着手中的片刀 朝夜龙砍来 夜龙冷笑一声 冲入人群当中 直接一手抓住 最先拿着片刀 砍上来一个大汉的手腕 随即顺势一扭 只见这个大汉五官扭在一起痛喊一声 随后手中的片刀就脱落到夜龙的手中 咔嚓 大汉的手腕被扯断 夜龙顺手 接住掉落的片刀 然后直接转身 砍翻两个冲上来的壮汉 夜龙轻松砍掉两个壮汉后 后面的壮汉明显一愣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直接就干倒两人 显然这帮大汉很意外 夜龙的这种伸手 两刀两个壮汉 可以想象这种伸手的威慑力 摆震 带头的平头壮汉 靠在后面的柱子上冷喝一声 因为被夜龙刚刚踹了一脚 现在腹部还火辣辣的疼痛 一帮壮汉 听到平头壮汉的命令后 纷纷警惕地四散开来 然后把夜龙围在一个圈子当中 夜龙手里把玩着片刀 不屑地冷笑一声 还摆震事 呵呵 上 平头男子在后面冷喝一声吼道 话落 一帮壮汉朝夜龙扑来 而手中的片刀 从四面八方朝夜龙砍来 如果普通人 被这一人一刀 那肯定会砍得面目全非 而且想躲都很难剁掉 毕竟是从四周冲上来 不过对于夜龙 蛋糕一点 擦忧 就这种小把戏 也称作阵势 夜龙不屑地一笑 随即一个垫脚起身 夜龙缩得直接从原地跳起 跳起的夜龙往前一跃 直接塔过一人的肩膀 就跃了出去 眨眼间的功夫 夜龙就来到平头男子面前 伸手就掐住了平头男子的脖梗 嘿 想让他死的 就尽管来吧 夜龙掐着平头大汉的脖梗 看着对面一帮大汉 笑了笑说道 一帮大汉纷纷互相看了看 没有再冲上前对夜龙动手 显然是被夜龙给威胁住了 夜龙冷笑一声 掐着平头大汉的脖梗 一个大嘴巴子就抽了上去 说道 奶奶滴 再砍一个试试 平头大汉被夜了 弄个掐着脖梗 脸色被憋得通红 有些要喘不过气的感觉 哟 有种不要拿我做危险 跟他们打 平头男子吃力地看着夜龙说道 哦 你认为 你那帮手下 能打得过我 夜龙不屑地笑了笑 这货还真看得起他 这帮手下 不服就试试 平头男子瞪着夜龙说道 夜龙看着平头男子 一脸不爽地摇了摇头 说道 喂 我看你这说话的语气很不爽啊 刺激哥吗 现在你在歌手里 跟哥拽毛线啊 平头男子听到夜龙这话愣了一愣 但随即 感觉自己的腹部 传来一阵巨疼 啊 平头男子痛吼一声 然后整个人直接撞击到别墅的柱子上 这就是跟哥装逼的下场 跟哥玩那套不好使 夜龙不屑地说了一声 然后看向对面的一帮壮汉 来吧 哥看看 你们到底有多牛 一帮壮汉互相看着点了点头 然后怒吼着 就朝夜龙扑了上去 夜龙不屑地冷笑一声 随即一个跨步冲上前 直接踹翻冲在前面的两个壮汉 随即夜龙的身影 开始游刃于一帮壮汉当中 啊 啊 一声声惨叫声传出 很快 夜龙的身影出现在冷飞飞旁边 倒 夜龙拍了拍手掌 打了一个响指 咧嘴笑道 瞬间 一帮大汉 一次就倒在了地上 痛苦的惨叫声击 接连不断 嘿 警花妹子 哥帅不帅 夜龙咧嘴笑道 转头对冷飞飞说道 得性 找到张麻子要紧 冷飞飞打了一下夜龙说道 放心 哥这就过去问问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走上前 一脚踩到一个壮汉的胸口上 想活命 告诉我张麻子在哪里 大壮五官猙獰地看着夜龙 没有嘴硬 而是说道 在 在后院的训练场 随即 夜龙返回冷飞飞身边 说道 在后院的训练场呢 嗯 那我们过去吧 冷飞飞说道 随即 夜龙和冷飞飞 一起顺着别墅院子的过道 往后院那边走去 杜雄飞的这别墅 不同于普通的别墅 可以说是一个庄园类型的别墅 别墅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 夜龙和冷飞飞 顺着过道往后院走 周围都是草坪树木 显得异常安静 嫂包 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 冷飞飞随夜龙一边往前走 一边警惕地说道 有杀气 小心一点 夜龙提醒道 同时提高了自己的注意力 这种地方虽然安静 但现在安静得有些可怕 小心 碰 夜龙大喊一声 直接扑向冷飞飞 几乎同时 一声枪声响起 一颗子弹就打到了地面上 如果不是夜龙 扑向冷飞飞的速度快 恐怕这颗子弹 直接会命中冷飞飞的身体 显然 在这暗中 有暗藏的枪手 没想到 这么一个简单的别墅庄园 还有这么多玄机 夜龙有些明白 怪不得会把张麻子 藏在这种地方 砰砰砰 又是一阵连续不断的枪声 夜龙搂着冷飞飞 迅速一个翻转 然后直接躲到了一棵大树的后面 锦花妹子 你没事吧 夜龙一脸担心地说道 冷飞飞看着夜龙 满头黑线 表情有些小气氛 嗯 锦花妹子 你是不是受伤了 夜龙看着冷飞飞担心地问道 骚包 冷飞飞瞪着夜龙喊了一声 啊 怎么了 夜龙看着冷飞飞疑惑地问道 拿开你的手 冷飞飞一副要杀人的眼神 看着夜龙说道 嗯 失误 失误 放错地方了哈 夜龙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赶紧把手 从冷飞飞的身上拿了下来 本章完 第344章 如此犀利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冷飞飞瞪着这骚包 恨不得掐死这鸭的 还口口声声地说失误 分明就是故意的 下次再敢乱放 砍掉你这双爪子 冷飞飞瞪着夜龙警告道 嘿 那不是事发突然吗 谁让你的目标那么大呢 夜龙嗖嗖一笑说道 刚刚夜龙的确是不注意 一把就抓到冷飞飞的身上 所以 夜龙就干脆趁机碰了两下 哪知道被锦花妹子给无情地拆穿 骚包 还敢说 冷飞飞照着夜龙比划了一下 一副要揍夜龙的架势 嘿 不敢说了 夜龙赶紧摆手咧嘴 笑了笑说道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刚刚那几枪 如果不是夜龙反应及时的话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没想到对面那帮家伙还挺狠 竟然都动枪了 骚包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冷飞飞同夜龙躲在大树后面问道 夜龙摸了摸下巴 说道 还能怎么办 干掉他们呗 干掉他们 现在连他们人的位置都没有确定 怎么干掉他们 冷飞飞疑惑地问道 放心 这不是还有哥在吗 夜龙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道 德馨 小心一点 受伤了姐姐 可背不动你去医院 冷飞飞看着夜龙美好气地说道 虽然语气生冷 但看得出来 冷飞飞话语当中 还是充满了暖暖的担心 锦花妹子 你小心一点 在这里别出去 剩下的事情交给哥就行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从腰间 把冷飞飞交给自己的手枪拿了出来 话说自从来了宁海事后 夜龙还真没有碰过这玩意 不知道自己的枪法有没有退后 随即 夜龙拿着手中的枪 一个闪身 就出现在过道上 现在这种情况 必须要勾引一下对方 才能确定对方的位置 不然的话 对方在暗处 夜龙想动手 也找不到他们人的位置 当然 夜龙完全不担心 自己会被枪打中 从刚刚他们的枪法就可以看出 的确是不咋地 夜龙站出后 冷冷地笑了一声 现在哥站在这里 赶紧地开枪吧 砰砰砰砰 夜龙出现 瞬间又是一阵激烈的枪声 朝夜龙打来 夜龙站在过道上 身影迅速地躲闪着打过来的子弹 同时 夜龙也注视到子弹打过来的弹道 脑残 夜龙躲闪过后 冷笑一声 随即把目光注视到 左侧远方的一棵树上 不错 通过子弹的位置判断 在左侧的大树上 有一个枪手 砰 夜龙转身一枪潇洒地打出 没错 只是一枪 一颗子弹 不用浪费多余的子弹 啊 左侧大树那边 传出一声惨叫 然后就看见一个身影 从树上掉落下来 砰 夜龙又一枪开出 随即在左侧后面旁边的一棵树上 又有一个大汗掉落在地 还有一个 在哪呢 夜龙停留了一下会 随即侧身砰 又是一枪 又有一个大汗掉落在地 瞬间的功夫 三个枪手被夜龙全部干掉 夜龙咧嘴笑了笑 把玩了一下手中的枪 自言自语道 嗯 不错 看来哥的枪法还没有退步嘛 依旧这么犀烈 刚刚夜龙这三枪 完全是依靠听声叛卫 瞬间击杀藏在暗中的枪手 这种技术 没摸过十年的枪 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人摸了一辈子枪 恐怕都很难做到 现在夜龙觉着 自己还真是小瞧了杜雄飞 真是不来不知道 一来吓一跳啊 没想到杜雄飞在暗中 竟然隐藏了这么多的实力 要可知道 就刚刚这一小股实力 那完全可以 跟一个武警支队的兵力相抗衡的了 景华妹子 危险已经解除 赶紧出来吧 夜龙对冷飞飞 招呼了一声说道 随即 冷飞飞从大树后面走了出来 刚刚夜龙的那一套 着实也让冷飞飞惊了一呆 夜龙这骚包的功夫厉害 没想到枪法也如此厉害 有种给人出神入化的感觉 骚包 刚刚你怎么知道他们的位置 冷飞飞疑惑地看着夜龙问道 刚刚冷飞飞自己 还特意观察了一番 但是就是没有观察到暗中的枪手 夜龙瘫了瘫手 说道 嘿 很简单 听声叛位 刚刚他们那几枪 就已经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冷飞飞有些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夜龙 要不要这么变态 听声叛位 冷飞飞皱了皱眉头 说道 这都可以 嘿 其实这没啥难的 练上个几十年 就差不多可以了 夜龙骚骚一笑说道 去你压的 冷飞飞给夜龙一个白眼 伸手打了一下夜龙说道 嘿 走吧 该找张麻子那王八犊子了 夜龙说道 扫包 我总觉着 今天这件事情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总觉着 要有什么要发生 冷飞飞同夜龙一边往后院的训练场 走一边说道 放心 有哥在 一切都没问题 夜龙自信地保证道 在国外 夜龙面对的 可都是凶残的恐怖组织 如果现在连个通缉犯都搞不定 还混个毛线 随即 两人很快来到别墅庄园后面的训练场 来到训练场 夜龙还是不得不经了一呆 这训练场战地 起码要有五六亩 跟一个小型军事化训练基地一样 各种训练的用具 哼 没想到杜雄飞这老家伙玩得还挺深啊 真是没看出来 夜龙看着这训练场 笑了笑说道 不过夜龙再想想 也是 好歹杜雄飞也是宁海市四大家族之一 这点财力应该是有的 这年头 只要有钱 没有办不了的事情 冷飞飞点了点头 说道 的确挺深 这训练场很专业化 嘿 看那边 那中间满脸胡子的家伙 是不是张麻子 夜龙突然指了指训练场的另外一边 在另外一边 站着三个中年男子 而站在中间的一个满脸大胡子 就像拉飞人的大汉 正是张麻子 夜龙见过照片 跟照片没有啥区别 本章完 第345章 打我一拳就很牛吗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而在张麻子中间 站着两个齿着身体的男子 男子上身一身精湛的肌肉块 给人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 尤其是男子 身体上的一道道刺眼疤痕 打眼一看 就是酒精战场的类型 这两人 不一般 冷飞飞顺着夜龙的指向看去 皱了皱眉头 随即大眼一瞪 有些激动的地说道 不错 就是张麻子 那就OK了 他今天是跑不掉了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杜雄飞 王双江 冷飞飞突然皱了皱眉头 看着前面不远处说道 夜龙瞧了一眼 的确是 杜雄飞 王双江 在他们 后面还有一帮身穿黑色西服的壮汉 一帮人走到了张麻子那边 同时 对面的一帮人 也在看向夜龙 好像在商谈着一些什么 景花妹子 走吧 咱们过去刺激刺激一下他 夜龙咧嘴笑了笑说道 随即 夜龙和冷飞飞 两人 就走了过去 同时 杜雄飞 王双江 张麻子一帮人 看向夜龙和冷飞飞这边 冷警官 夜龙 没想到你们还是找到这里来了 还真是小瞧你们了 厉害厉害啊 杜雄飞手中夹着一根拇指粗的大雪夹 看着夜龙和冷飞飞笑了笑说道 语气极其嚣张 杜雄飞 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是谁吗 冷飞飞冰冷地看着杜雄飞说道 知道啊 不就是通缉犯吗 杜雄飞毫不顾忌地说道 既然你知道他是通缉犯 你还把他藏在这里 你这是知法犯法 而且 你在别墅安排杀手 私自持有枪支 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杜雄飞 这次你也脱离不了干系 冷飞飞历声看着杜雄飞说道 杜雄飞听后 不由地哈哈大笑道 笑话 犯罪 犯罪又能怎么样 难道你是来抓我的吗 现在你还是顾忌好你自己的安慰吧 杜雄飞 你已经构成犯罪 现在我就要带你会警局接受调查 如果你敢反抗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冷飞飞瞪着杜雄飞说道 杜雄飞一帮人听后 互相看了看 纷纷细血地笑了起来 显然是没有把冷飞飞放在眼里 冷飞飞 夜龙 今天我们心仗旧仗 就在这里一起算算吧 王双江看着冷飞飞和夜龙青笑道 冷飞飞皱着眉头 对王双江说道 王双江 看来你们还是死不悔改 那今天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们这些人 一个都别想跑 冷大警官 既然我们出现在这里 我们就没想过要跑 你还是顾忌 一下自己的安慰吧 杜雄飞缓缓地吐了口烟雾说道 脑残 你以为找了一帮狗 就可以天下无敌了吗 真是脑残 夜龙站在冷飞飞旁边 贪了贪手不屑地说道 杜雄飞把目光瞪向夜龙 低沉冰冷地说道 夜龙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脑残 你吹牛呢 夜龙冷笑道 显得还是不屑 是不是吹牛 试试就知道了 杜雄飞底气十足地说道 好啊 那就让哥先抽你几个大嘴巴子吧 夜龙搓了搓手掌 杜雄飞这么嘚瑟 分明就是想找抽的节奏 既然他想找抽 那夜龙就满足他一下 随即 夜龙一个闪身 直接跨步 就朝杜雄飞冲了上去 杜雄飞手中夹着雪茄 一脸淡定地看着冲上来的夜龙 当夜龙快要冲到杜雄飞面前的时候 突然两个身影顺一般的速度 就挡到杜雄飞的面前 直接揽住了夜龙 而这两个身影正是刚刚站在张麻子身边的那两个齿条汉子 两个齿条汉子横挡在夜龙面前 直接伸手按住夜龙的肩膀 哄 两人同时一拳 直接打到夜龙的胸口上 夜龙瞬间感受到两股强大的力量冲向自己的胸口 整个身体直接往后飞了出去 嗨嗨 夜龙捂着自己的胸口 亮亮呛呛地往后退了几步停下干咳了两声 这两个家伙 没想到伸手还不错 冷飞飞见状 一脸担心地看着夜龙 问道 夜龙 你没事吧 夜龙揉了揉胸口 说道 没啥事 小意思 刚刚疏忽了 杜雄飞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看着夜龙说道 夜龙 你不是天下第一吗 也有今天 夜龙看着杜雄飞这张狂的表情 有种想抽死他的冲动 他嘚瑟个毛线啊 刚刚之所以被两个齿条汉子打中 完全是夜龙没有在意 两个汉子的爆发力 出乎了夜龙的预料 两个齿条汉子 也是看着夜龙 眼神充斥着一股嚣张与不屑 对着夜龙竖了树中指 示意夜龙不行 夜龙有些恼火 不就是打了自己两拳吗 嘚瑟成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自己大意 他能打到自己 张狂个毛线 夜龙有些火大 看着两个齿条汉子 冷笑一声 脑残 仅仅就是打了哥两拳 就认为天下无敌了吗 话落 夜龙一个踏步 直接纵身一跃 朝那两个齿条汉子 高手攻击而去 现在夜龙就要叫他们做人 这次夜龙可是不会大意 必须要好好教训一下 这张狂的两个家伙 两个齿条汉子拳头紧握 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随即气势凶猛的 就朝夜龙扑了上去 刚刚在景华妹子面前丢了脸 这次夜龙必须要把面子找回来 看着冲上来的两个齿条汉子 夜龙没有手软 随即一拳打出 两个齿条汉子更加张狂 显然刚刚打了夜龙一拳 认为夜龙也就一般般 直接抬拳朝夜龙对去 脑残 死去吧 夜龙怒吼一声 一拳就朝其中一个大汉的拳头对去 而其中另一个拳头 也迅速击出 朝另外一个大汉打去 也就是说 夜龙一个人 直接同两人对拳 哄 一阵沉闷的声响 咔嚓 咔嚓 一声骨头的破碎声 随即 两个齿条汉子 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声 很显然 两个齿条汉子高手 直接被夜龙的全径给冲击到 而这股全径 力道大的不可想象 这全径中注入着很强的起径 直接将两个齿条汉子的胳膊骨骼冲碎 本章完 第346章 现在耸了吗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拳头的力道 可不是盖的 两个齿条汉子 直接惨叫一声 一下跪倒在地上 五官直接争鸣到一起 夜龙看着跪倒在地的两个齿条汉子 冷笑一声 一脚就踹了上去 两个齿条汉子 被夜龙直接踹翻在地 跟歌装雕 有那个资格吗 夜龙冷笑一声 这两个家伙 觉着打了自己一拳 就牛得不得了 现在事实证明 他们毛线都不顺 夜龙的拳净很干脆 两个齿条汉子 暂时失去了战斗力 整条胳膊的骨骼震碎 可以想象 这感觉有多么爽 看到这种情况 杜雅飞不仅大眼一瞪 眼神中充斥着惊讶 有些不敢相信 刚刚还占有优势的两个手下 竟然瞬间心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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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 杜雅飞能不惊讶才怪呢 而且 这两个齿条汉子 是专门从外地请来的打手 专门用来对付夜龙的 现在却没想到 被夜龙这么轻轻松松的 就被干费 夜龙不屑地笑了笑 随即把目光看向杜雅飞 杜雅飞看到夜龙的目光 身体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现在该轮到你了 抽死你呀的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一个伸手 直接把杜雅飞 从人群中给拽了出来 你 你要干嘛 杜雅飞有些惊恐地 看着面前的夜龙问道 夜龙冷笑一声 说道 干嘛 这都看不出来吗 很简单 抽你呗 你 你敢 杜雅飞没有丝毫底气地 看着夜龙说道 他知道 夜龙应该真敢 啪 杜雅飞话落 夜龙一个耳光就抽了上去 嘿 你说我敢不敢 夜龙瞧着杜雅飞冷笑道 杜雅飞一股凶狠的眼神瞪着夜龙 仿佛恨不得要杀掉夜龙 MD 瞪啥瞪 不服吗 不服就抽你 夜龙说着 又是啪啪两个耳光抽了上去 顿时 杜雅飞的半边脸 直接红肿起来 上 干掉他 这个时候 后面的王霜江挥了挥手 对旁边的一帮西服壮汉命令道 一帮西服壮汉得到王霜江的命令 直接从怀里抽出片刀 然后就朝夜龙扑了上去 夜龙见状 一脚 将杜雅飞踹了出去 然后一个胯部朝冲上来的西服男子扑了上去 一阵道光剑影 夜龙迅速地穿梭于一帮西服壮汉中间 这些壮汉都是恋家子 砍人很有一套 但是他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别人 而是夜龙 结果可就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夜龙在人群当中夺过一把片刀 然后瞬间就在人群当中狂砍起来 砍这帮西服大汉 对于夜龙来说 就像砍大白菜一样 那样简单 啊 一声声惨叫 一道道血柱喷出 冲上来的西服壮汉 被夜龙瞬间干倒一半 而被夜龙砍倒在地的人 基本没有一个能站起来的 上 干掉他 王双江在后面紧绷着脸命令道 剩下的几个西服壮汉咬了咬牙 虽然看起来有些迟疑 但还是硬着头皮 朝夜龙冲了上来 夜龙拿着还在滴血的片刀 冷笑一声 找死 话落 夜龙一个剑步 伴随着强大的气势 就朝冲上来的壮汉迎了上去 啊 又是一声惨叫 又是一道道泄影 夜龙挥舞着手中的片刀 一刀落下 必有一人倒地 一会的功夫 一帮壮汉一个不胜的 全部倒在地上 看着一帮被砍在地的壮汉 夜龙冰冷地笑了笑 随即将手中的片刀扔到地上 长呼一声 爽 这一仗 夜龙打得够爽快 好久没有这么雪风心雨了 再次体验到这种感觉 让夜龙的热血不仅沸腾起来 此时的王霜江和杜雄飞惊呆了 他们知道夜龙厉害 但是没有想到 自己安排的一帮高手 而且还有特别请来的绝顶高手 在夜龙面前 竟然显得这么不堪一击 夜龙转头 随即将冰冷的眼神 转移到王霜江身上 现在也该是收拾这家伙的时候了 刚刚还不是张狂得很吗 夜龙倒地看看 他到底有多张狂 王霜江看到夜龙恶魔般的眼神 不仅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 现在该轮到你了 夜龙指了指一脸惊恐的王霜江笑道 你 你要干嘛 王霜江惊恐地说道 不干嘛 看你不爽而已 抽你 夜龙干脆地笑了笑 一个跨步 直接来到王霜江的面前 王霜江刚想说话 夜龙直接伸手 掐住王霜江的脖梗 啊 瞬间 王霜江的脸被憋得通红 有些说不出话来 啪啪啪啪 夜龙掐着王霜江的脖梗 一个大嘴巴子 一个大嘴巴子地抽了上去 这声音啪啪地响 清脆刺耳 瞬间 夜龙把王霜江的嘴巴子 抽得满脸是血 碰 一声沉闷的巨响 夜龙一个甩手 直接把王霜江给扔倒在地上 随即 夜龙一脚踩到王霜江的胸口上 然后直接抬脚踢出 啊 王霜江惨叫一声 被夜龙一脚给踢出去五六米远 此时的王霜江有种全身骨头要散架的感觉 这一脚 夜龙的力道可不轻 夜龙看着王霜江 揉了揉拳头 朝王霜江冷笑着就走了过去 王霜江咬着牙 看着冷冷朝自己走过来的夜龙 赶紧起身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现在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爬起来后 王霜江左右看了看 而现在能保护他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因为自己找来的一帮高手 全部都干倒在地 很快 王霜江把目光看向冷飞飞 冷飞飞是警察 能保住自己的也只有冷飞飞了 冷警官 冷警官 他要杀人 他要杀人 你阻止他 赶紧阻止他 你只是警察 这是你的职责 王霜江惊恐地躲到冷飞飞的后面说道 冷飞飞转头看了眼王霜江 冷笑一声 说道 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 现在怂了 话落 冷飞飞美好脸的白了眼王霜江 然后一脚踹出 直接把王霜江踹向了夜龙 王霜江被冷飞飞踹到夜龙面前 夜龙看着躺在地上的王霜江 冷笑一声 然后一脚踩到王霜江的胸口上 让你死 好吗 本章完 第347章 你很牛 但比个差点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王霜江惊恐地看着夜龙 胆胆瑟瑟地说道 你 你敢 嗯 我不敢 呵呵 你敢再说你一遍 我不敢吗 夜龙笑呵呵地看着王霜江说道 你 王霜江刚想开口说话 但还是愣声声地把口中的话给咽了下去 因为王霜江相信 如果自己敢说出口 夜龙真敢杀掉自己 毕竟夜龙的做事风格 王霜江还是很了解的 这个时候 冷飞飞走上前 拿出手铐 就弯身把王霜江给烤了起来 说道 王霜江 下半辈子 就在大牢里面过吧 王霜江看着冷飞飞 把自己给烤了起来 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心里还有些高兴 因为这就意味着 面前的夜龙不会再对付自己 看到夜龙刚刚的眼神 王霜江就有些害怕 自己被冷飞飞烤起来 反而觉得庆幸 起码这样 自己的小命是保住了 小子 算你走运 不然今天你这条狗命就不保了 夜龙踹了一脚 王霜江说道 王霜江看着夜龙 现在屁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因为再多说一句 他不敢保证 夜龙会不会要了他的命 搞定王霜江 夜龙把目光看向杜雄飞 杜雄飞看着夜龙注视过来的目光 打了个哆嗦 左右看了看 现在自己身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唯一的一个人就是张麻子 张麻子 过来 杜雄飞招呼了一声张麻子说道 张麻子自始至终 一脸阴沉 一句话都没有说 给人一种很冷的感觉 听到杜雄飞的话 张麻子抬脚就走到杜雄飞的面前 杜雄飞看着张麻子 拍了拍张麻子的肩膀 说道 干掉他们两个 我对你做出的承诺再加上一倍 而且事情办完 立刻帮你偷渡出华夏 包你这一辈子不愁吃穿 张麻子看着杜雄飞 点了点头 放心 杜总 交给我 话落 张麻子转身把目光看向夜龙 看着夜龙的目光充斥着一股杀气 夜龙看着面无表情的张麻子 不仅贪了贪手 有些不爽的说道 我说哥们 你沉着脸部说话 这是在装逼半裤吗 张麻子看着夜龙冰冷的说道 你就是夜龙 夜龙听到张麻子这话 有些笑尿 我说 你是脑残 还真一点不假 难道你刚刚没听见他们说话 还是你在这里装逼 张麻子看着夜龙 脸部肌肉颤抖了一下 显然夜龙刚刚挑衅的话 让张麻子很不爽 噼里啪啦 张麻子紧紧地握着双拳 指关节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 一股强烈的杀气 环绕着张麻子整个人的身体 夜龙 今天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张麻子看着夜龙恶狠狠地说道 嘿 是吗 吹牛呢吧 你有那个能力吗 夜龙不懈地笑了笑说道 这张麻子实力虽然不凡 但夜龙没把它放在眼里 能让夜龙放在眼里的高手不多 但张麻子绝对不在之列 虽然是高手 但是比起夜龙遇到过的对手 实力貌似还差了一大减 好张狂的小子 张麻子狠狠地瞪着夜龙 随即攥拳朝夜龙打去 夜龙不屑地一笑 然后一个侧身躲开张麻子打过来的一拳 随即挥拳迎接而去 喷喷喷 一阵沉闷的打斗撞击声 夜龙和张麻子刚猛地打斗到一起 张麻子的确是个高手 跟夜龙打斗在一起 并没有丝毫落于下风 很快 一会的时间 夜龙和张麻子迅速过了一百多招 激烈之处 夜龙和张麻子的身影 时影时现 不同地变化着不同的位置 两人之间的打斗 给人一种出神入化 像看武打片的感觉 夜龙看着张麻子硬刚地打法 不禁有些意外 这张麻子 果然是有两把刷子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弱 这样的功夫 能连续逃过警方的通缉 也不足为奇了 几百招打出 夜龙有些不耐烦了 一个翻身落于地上 看着张麻子说道 不错 勉强能跟我过两招 再打下去 也是浪费时间 该结束了 张麻子咬牙紧握双拳 冰冷地瞪着夜龙 说道 小子 吹牛呢 我看你的功夫也不咋样 嘿 是吗 那哥就一招结果你吧 夜龙嘴角微微上扬冷笑道 好啊 那我张麻子倒要试试 话落 张麻子一个跨步 就朝夜龙挥拳打去 夜龙一脸自信地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紧紧地盯着看着挥拳打来的张麻子 张麻子奔机而来的速度异常之快 拳头周围伴随着一股很强大的气流 气势强悍无比 而夜龙淡定自若 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5米 4米 3米 张麻子露出一丝阴森的笑容 拳头马上就要击中夜龙的面门 如果这刚猛的一拳打下去 力道恐怕会直接把人的脑袋打碎 2米 1米 就当张麻子的拳头距离夜龙还有20公分 张麻子认为这一拳必中夜龙的时候 夜龙的手突然动了 夜龙抬手 直接就伸手攥住了张麻子刚猛打过来的一拳 张麻子的刚猛的拳头在夜龙面门前十公分处停止下来 张麻子大眼一瞪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显然很意外夜龙惊人的爆发力 如果没有强大的爆发力 这带有刚进又有速度的拳头 不可能被夜龙接住 现在 张麻子被夜龙强悍的爆发力给惊尿了 这 这怎么可能 张麻子一脸不敢相信地嘀咕道 刚刚他认定 这一拳必定打到夜龙无疑 而却没有想到 夜龙竟然在距离他的面门十公分处给愣生生地接住 这不仅仅是牛逼 同时还是对自己爆发力的自信 如果没有自信 他敢在自己面门十公分处出手吗 如果稍有偏差 没命的 可是他自己 夜龙看着面前满脸惊讶的张麻子 笑了笑 说道 我说结束了 他就结束了 咔嚓 咔嚓 话落 张麻子的手腕 发出一声清脆的骨头断裂声 毫无疑问 张麻子的手腕 直接被夜龙给掰断 啊 张麻子咬着牙狂吼一声 哄 夜龙随即出拳 一拳 将张麻子给击飞出去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噗 倒地的张麻子 一口鲜血 就吐到了地上 夜龙揉了揉拳头 说道 嘿 我说你不行 你就是不行 张麻子双眼通红 脸部猙獰的趴在地上 整个人犹如狂魔一般 这张麻子满脸的胡须 身体高壮 一看就是凶狠的主 此时的他 更像是一头奄奄一息的恶狼 双眼赤红 把这家伙也抓起来吧 夜龙对旁边的冷飞飞说道 嗯 冷飞飞点了点头说道 随即 冷飞飞就走到张麻子身边 正当冷飞飞要弯身去张麻子身后 张麻子随即脸色一沉 一个转身 抓住冷飞飞的手腕 一个翻身 就将张麻子控制住 夜龙瞪着张麻子 想做垂死挣扎 张麻子一脸凶残地看了眼夜龙 说道 老子这条命本身就不值钱 你最好不要乱来 否则我就要了他的命 夜龙听到张麻子这话 不仅不屑地冷笑一声 说道 老残 你认为 你有我的出手速度快吗 只要一招 我就可以将你干掉 所以识相点的话 老老实实的 哈哈 张麻子双眼赤红 有些癫狂地笑了笑 随即脸色一沉 恶狠狠地看着夜龙说道 一招干掉我 好啊 你来啊 随即 张麻子把身上的衣服一扯 在张麻子的腹部 缠绕着一排炸药 只要我把这条线轻轻地一扯 大家谁都别想活 有种你就来啊 张麻子冷笑着对夜龙吼道 夜龙瞧了一眼 擦忧 这张麻子果然够凶残 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 张麻子这么极端的做法 的确是出乎了夜龙的预料 这些东西 恐怕一瞬间 就会散发出强大的威力 别说冷飞飞 恐怕自己想躲 都会难躲得过去 夜龙看着张麻子 竖了竖大拇指 说道 牛 真牛啊 张麻子冷笑一声 阴森地说道 我这条命不值钱 有你们陪着 那我张麻子 也不枉活过此生 尤其还是这么漂亮的妞 夜龙见状 有些恼火 瞪着张麻子 很不爽地说道 想死我 哈哈哈哈 我现在还有不敢的事情吗 张麻子笑呵呵地说道 脑残 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放了他 否则 哥只能让你死 夜龙瞧着张麻子 不爽地说道 让我死 你有那个本事吗 这么好的妞 我怎么能放了他呢 反正都是死 不如让我 冷飞飞见状 一下子就火了 随即冷飞飞一个转身 直接挣脱张麻子束缚 然后一脚就踹向张麻子 哦哦 张麻子捂着自己 发出一阵凄惨的叫声 这一脚够狠 我擦腰 好凶残 MD 老子让你们陪我一起死 张麻子吼着 然后就要拉下一线 夜龙见状 迅速伸手 一根银针 直接就扎向张麻子额头 啊 张麻子大眼一瞪 然后整个人就倒在了地上 脑残 夜龙拍了拍手说道 而躺在地上张麻子 睁着眼睛一动不动 整个人像死人一般 随即 夜龙骚骚的来到冷飞飞的身边 然后上看看下看看 对着冷飞飞咧嘴笑道 你没事吧 冷飞飞白了眼夜龙 说道 你是不是也想他一样 啊 不想不想 嘿嘿 夜龙摆手说道 行了 办正经事情要紧 张麻子死了没有 冷飞飞看着夜龙问道 夜龙摆了摆手 说道 还没死 不过已经被我定住了 身体动不了 杜雄飞见状不好 转身就要跑 夜龙冷笑一声 想跑 能跑掉吗 随即 夜龙一个胯部翻身 直接来到杜雄飞的面前 夜龙看着杜雄飞 笑了笑 说道 这种时候了 还想跑 杜雄飞有些惊恐地看着夜龙说道 你要干嘛 嘿 你说呢 夜龙摊了摊手说道 给你一百万 放我一条生路 杜雄飞指着夜龙说道 一百万 擦忧 你的命就值一百万吗 夜龙笑呵呵地说道 这杜雄飞真是可笑 这种时候拿一百万来买自己的命 那你想要多少 我给 杜雄飞脸色一尘说道 本章完 第三百四十八章 不值钱吗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啊 张马子咬着牙狂吼一声 轰 夜龙随即出拳 一拳 将张马子给击飞出去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噗 倒地的张马子 一口鲜血 就吐到了地上 夜龙揉了揉拳头 说道 嘿 我说你不行 你就是不行 张马子双眼通红 脸部猙獰地趴在地上 整个人犹如狂魔一般 这张马子满脸的胡须 身体高壮 一看就是凶狠的主 此时的他 更像是一头奄奄一息的恶狼 双眼赤红 把这家伙也抓起来吧 夜龙对旁边的冷飞飞说道 嗯 冷飞飞点了点头说道 随即 冷飞飞就走到张马子身边 正当冷飞飞要弯身去张马子身后 张马子随即脸色一沉 一个转身 抓住冷飞飞的手腕 一个翻身 就将张马子控制住 夜龙瞪着张马子 想做垂死挣扎 张马子一脸凶残地看了眼夜龙 说道 老子这条命本身就不值钱 你最好不要乱来 否则我就要了他的命 夜龙听到张马子这话 不仅不屑地冷笑一声 说道 老残 你认为 你有我的出手速度快吗 只要一招 我就可以将你干掉 所以识相点的话 老老实实的 哈哈 张马子双眼赤红 有些癫狂地笑了笑 随即脸色一沉 恶狠狠地看着夜龙说道 一招干掉我 好啊 你来啊 随即 张马子把一扣打开 只要我把这条线轻轻地一扯 大家谁都别想活 有种你就来啊 张马子冷笑着对夜龙吼道 夜龙瞧了一眼 擦忧 这张马子果然够凶残 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 张马子这么极端的做法 的确是出乎了夜龙的预料 这些东西 恐怕一瞬间 就会散发出强大的威力 别说冷飞飞 恐怕自己想躲 都会难躲得过去 夜龙看着张马子 竖了竖大拇指 说道 牛 真牛啊 张马子冷笑一声 阴森地说道 我这条命不值钱 有你们陪着 那我张马子也不枉活过此生 尤其还是这么漂亮的妞 夜龙见状有些恼火 瞪着张马子很不爽地说道 想死 哈哈哈哈 我现在还有不敢的事情吗 张马子笑呵呵地说道 脑残 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放了它 否则哥只能让你死 夜龙瞧着张马子不爽地说道 让我死 你有那个本事吗 这么好的妞 我怎么能放了它呢 反正都是死 不如让我 冷飞飞见状 一下子就火了 随即冷飞飞一个转身 直接挣脱张马子的束缚 然后一脚 就踹向张马子 噢噢 张马子捂着自己 发出一阵凄惨的叫声 这一脚 够狠 我擦腰 好凶残 MD 老子让你们陪我一起死 张马子吼着 然后就要拉下一线 夜龙见状 迅速伸手 一根银针 直接就扎向张马子的额头 啊 张马子大眼一瞪 然后整个人就倒在了地上 脑残 夜龙拍了拍手说道 而躺在地上张马子 睁着眼睛一动不动 整个人像死人一般 随即 夜龙来到冷飞飞的身边 然后上看看下看看 对着冷飞飞咧嘴笑道 你没事吧 冷飞飞白了眼夜龙 说道 你是不是也想他一样 啊 不想 不想 嘿嘿 夜龙摆手说道 行了 办正经事情要紧 张马子死了没有 冷飞飞看着夜龙问道 夜龙摆了摆手 说道 还没死 不过已经被我定住了 身体动不了 杜雄飞见状不好 转身就要跑 夜龙冷笑一声 想跑 能跑掉吗 随即 夜龙一个跨步翻身 直接来到杜雄飞的面前 夜龙看着杜雄飞笑了笑 说道 这种时候了 还想跑 杜雄飞有些惊恐地看着夜龙说道 你 你要干嘛 嘿 你说呢 夜龙摊了摊手说道 给你一百万 放我一条生路 杜雄飞指着夜龙说道 一百万 擦腰 你的命就值一百万吗 夜龙笑呵呵地说道 这杜雄飞真是可笑 这种时候 拿一百万来买自己的命 那你想要多少 我给 杜雄飞脸色一沉说道 本章完 第349章 继续骂 哥继续打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看着杜雄飞 双手环在胸前笑了笑 说道 多少 不多 先给一百个亿 你有吗 有的话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一百亿 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吗 杜雄飞脸色沉了沉说道 一百个亿 就算把她所有的资产变卖 也没有一百个亿 没有 嘿 那就不好意思了哈 估计这辈子也就完完了 夜龙笑了笑 有些可惜地说道 杜雄飞紧紧地握着拳头 瞪着夜龙说道 夜龙 你不要逼我 逼你 哦 看你这架势 我逼你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收拾我了 夜龙笑呵呵地摊了摊手说道 这个时候 杜雄飞还跟自己拽 她有那个资本吗 杜雄飞咬着牙 一脸杀气地 把手掏向腰间 顺手就从腰间抽出一把手枪 我再告诉你 不要逼我 否则别怪我不开枪了 杜雄飞举起手中的枪 对着夜龙说道 夜龙瞧了瞧 不仅咧嘴笑了笑 说道 就用这破玩意威胁哥 行吗 我看你还不如张麻子呢 人家骑马比你生猛 用炸药管威胁我 而你就用一个把破手枪 现在杜雄飞心里也没底气 如果有底气的话 刚刚她会 直接对夜龙开枪 夜龙 你不要逼我 你再逼我那鱼死网破 杜雄飞阴沉着脸 对夜龙说道 夜龙不屑地瞧了眼杜雄飞 一个闪身 直接伸手握住杜雄飞的手腕 顺势往下一扭 夜龙直接就抓住杜雄飞手中掉落的手枪 一系列连贯的动作 杜雄飞没有一点反应的机会 啪 夜龙一个耳光抽了上去 把玩了一下杜雄飞的手枪 直接就对准了杜雄飞的脑袋门 跟哥装的大 你配吗 脑残 杜雄飞瞪着眼看着顶在自己 脑袋门上的手枪 有些惊慌 这个下场也是在杜雄飞的预料之内 否则的话 杜雄飞不会跟夜龙扯这么多废话 再继续装啊 还跟哥于死网破 有你于死网破的资本吗 夜龙不屑地笑了笑 拿着手中的枪把子 对着杜雄飞的额头就打了一下 瞬间 杜雄飞的额头流出了鲜血 杜雄飞有些恐慌地看着夜龙 说道 我错了 放我一马 夜龙听到杜雄飞话 扣了扣自己的耳光 问道 啥 你说啥 我没听见 放 放我一马 杜雄飞看着夜龙再次说了一遍 声音 声音有些第三下四 放你一马 哼 哥没听错吧 堂堂宁海市四大家族之一的杜氏家族 而且还是杜氏家族的掌控人 竟然会这么没有面子求饶 夜龙瞧着杜雄飞笑了笑说道 现在对于杜雄飞来说 的确是没有别的办法 都快没命了 谁还顾得上面子不面子 就这些事情 如果被抓进警局 轻者就是在大牢里蹲上一辈子 重则那就是要没命的 所以杜雄飞现在还能顾得上自己家族老大的身份吗 想活命 那就赶紧求饶 求你了 求你了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可以把我全部的资产都给你 我一分钱不留的全部都给你 杜雄飞看着夜龙继续求饶道 奶奶爹 哥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 没有一百个亿不要墨迹 夜龙照着杜雄飞踢了一脚 不懈地摆了摆手说道 杜雄飞听到夜龙这话 有些急眼 我都把我的全部财产都给你了 难道这还不行吗 哼 你太小乔哥了 就你那点钱 哥的确是没有放在眼里 夜龙冷笑道 你 杜雄飞脸部肌肉颤抖了一下 看起来十分恼火 你傻你 不服 信不信得现在照样敢一枪崩了你 夜龙瞧着杜雄飞说道 杜雄飞紧紧地咬着牙 瞧着夜龙 一副要将夜龙碎尸万段的表情 MD 反正也是死 老子给你拼了 杜雄飞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意思 瞪着夜龙就一拳打了过去 看着跆拳打过来的杜雄飞 夜龙一脸无奈 这家伙还真是脑残 随即 夜龙一脚踹出 杜雄飞的拳头还没有打到夜龙 就被夜龙一脚给踹翻在地上 杜雄飞躺在地上 有些颠狂的怒吼一声 然后就要从地上爬起来 砰 夜龙拿着手中的枪 直接打中杜雄飞的膝盖 杜雄飞刚起身 直接就栽倒在地上 杜雄飞咬着牙 狠狠地看着夜龙 还要往起爬 还不老实啊 夜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又是一枪 砰 又是一道鲜血喷出 杜雄飞的另外一个膝盖 也中了一枪 杜雄飞终于忍不住 捂着自己的双腿吼叫起来 连续挨上两枪 而且还是膝盖位置 杜雄飞这次是无论如何 也爬不起来了 嘿 你不是挺能耐吗 再来啊 夜龙笑了笑说道 夜龙 我CNM 杜雄飞对着夜龙骂道 砰 一枪 嘿 再骂 夜龙开完一枪后 笑了笑说道 夜龙 我CNM 砰砰 两枪 来 再继续 夜龙 我CNM 砰砰砰 三枪 很过瘾 再继续 夜龙笑呵呵的说道 而此时 杜雄飞乖乖的闭嘴 如果再继续骂下去 杜雄飞不被打死 那也被疼死 现在已经满腿子弹孔 夜龙有些不过瘾的说道 怎么不继续骂了 手枪里面应该还有两颗子弹 杜雄飞挨上这几枪 已经快晕死过去 哪还有胆量在骂 算了 还剩两颗子弹 干脆让割完够了吧 夜龙说着 然后顺势两枪 再次打到了杜雄飞的腿上 啊 杜雄飞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声 骂了夜龙几句 却换来自己一腿的子弹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恐怕杜雄飞不会再骂夜龙 一声惨叫过后 杜雄飞白眼一番 就晕了过去 当然 夜龙下手有分寸 如果就这么让他死了 就等于便宜了他 所以 夜龙并有让他死 而是让他继续活着受苦 现在只是晕了过去而已 看着晕倒的杜雄飞 夜龙把手里的枪随手一扔 然后对冷飞飞骚骚一笑 说道 锦花妹子 已经解了绝 找人来把他们带走吧 本章完 第350章 真的好吗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冷飞飞随即走上前 看了一眼躺在地上 已经惨不忍睹的杜雄飞 无奈地瞥了眼夜龙 说道 扫包 我说 你下手能不能有点分寸 这家伙都快要被你打死了 我还有许多事情 要找他调查呢 夜龙骚骚一笑 白手说道 嘿 锦花妹子 这还是轻的 哥现在已经够仁慈的了 如果换作以前 他们早就没命了 冷飞飞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行了 刑警支队的人很快就过来带人了 事情总算解决了 说完 冷飞飞长吐一口气 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事情是解决完了 不过夜龙觉着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圆满 因为自己还没有跟锦花妹子请公呢 当然 所谓的请公是夜龙最喜欢的福利方式 因为冷飞飞就是一个最大的福利 夜龙见过的女警察部首 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官大的官小的都见过 但称之为极品的冷飞飞还是第一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冷飞飞绝对是中内外最极品的锦花 嗨嗨 锦花妹子 你看哥摆平这件事情也很辛苦 好歹也要奖励一下哥吧 夜龙看着冷飞飞骚骚地笑问道 冷飞飞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如果这次没有夜龙帮忙 就杜雄飞手下的这帮人 还真的是很难对付 要可知道 对方都把炸药枪支给用上了 到时候 就算摆平杜雄飞 也会损失重大 而有了夜龙这骚包的出马 并没有任何的损失 于情于理 夜龙的确是立了一大功 说吧 想要什么 只要姐姐能满足你 一定会满足你 冷飞飞心情也很不错的说道 毕竟现在冷飞飞可以说 自己也是立了一件大功 把市局交给自己的任务 可以说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飘飘亮亮的完成了 这让冷飞飞也卸下了一个大担字 如释重负 夜龙骚骚的笑着 眼睛瞧了一眼冷飞飞整个火辣的身材 说道 锦花妹子 其实哥对于外在的食物奖励一点不在乎 嗨嗨 所以你懂的 冷飞飞听后 瞟了夜龙一个白眼 自然知道夜龙这骚包的想法 随即说道 骚包 想占姐姐的便宜没门 姐姐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知道不知道 啊 夜龙撇了撇嘴 有些郁闷 锦花妹子明知道自己就好那一口 竟然还偏偏不成全自己 真是郁闷哟 不过夜龙倒是心中有了一个小想法 随即看着冷飞飞说道 嗨嗨 锦花妹子 告诉你 哥可是很正尖的人 哥是那种就爱吃女生豆腐 喜欢耍流氓低素质的人吗 错了 告诉你 哥不是 夜龙看着冷飞飞说得大义凛然 说得义正言辞 这声势 把冷飞飞飞还给吓了一大跳 哼 扫包 你脑袋没烧坏吧 冷飞飞有些质疑的 看着夜龙问道 当然没有 哥就是让你明白 哥是正人君子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不会为你做点事情 换你身体上的便宜 夜龙正义感十足地说道 这语气 说得那个有底气 有正能量 让不明白情况的人 还以为是真的呢 冷飞飞白了眼夜龙 说道 行了 骚包 少装了 赶紧说正劲的吧 你什么德行姐姐还不知道吗 嘿嘿 锦花妹子 哥让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夜龙骚骚一笑 凑上前说道 什么事情 告诉你 亲嘴的要求别想提 冷飞飞事先说好道 不是 哥让你答应的事情 保证不是占你身体的便宜 一个手指头都不用你动 夜龙对冷飞飞说道 好啊 说说什么事情吧 冷飞飞应道 嘿 先不急 什么事情先保密 不过你要答应下来 夜龙说道 行 只要不跟姐姐玩那些流氓的事情 只要姐姐能做到 一定答应你 冷飞飞点头答应道 毕竟这次夜龙立了不小的功劳 可以说 从找张麻子 到收拾张麻子 包括收拾杜雄飞这家伙 全部都是夜龙的功夫 似乎自己一点力都没出上 唯一的作用就是 夜龙收拾完毕后 自己找人来收拾残局 如果这再不打赢夜龙这骚包 那真就显得有些不道义了 嘿 好嘞 夜龙早已经心中有了自己的想法 见冷飞飞爽快答应后 夜龙忍不住朝上前长手 就要抱着锦花妹子亲一个 不过刚张开胳膊 就被冷飞飞给无情拒绝了 嗯 骚包 注意你的行为举止 啊 嗨嗨 激动了 夜龙干咳两声掩饰道 得性 过了没多久 就远远的听到一阵警笛声 朝这边传来 很快 一帮鹤枪实弹的警察 出现在别墅的后院训练场上 一个带头的刑警 跟冷飞飞打了声招呼后 随即就安排人 开始羁押犯人 而杜雄飞 而是苦逼的被抬上了担架 她这形势 估计还要上医院治疗一段时间 最起码 还要把她身上的子弹给取出来 恐怕取出子弹的杜雄飞 也会落下一个终身残废 当然 残废不残废 对她来说 已经区别不大了 因为她这辈子 就算是废了 张麻子抓拿归案 冷飞飞在警局立了一个大功 这次的立功 恐怕市局 对冷飞飞的奖赏 不会小了 要可知道 张麻子 可是个凶残 流窜多省的通缉杀人犯 抓不几次都被跑掉 现在被抓住 功劳自然是小步了 收拾完现场后 一帮刑警带着王霜江 张麻子 还有杜雄飞一帮罪犯离开了别墅 事情全部解决后 冷飞飞伸了一个懒腰 明显变得很轻松 其实张麻子这件事情 对于冷飞飞来说 是一件很大的压力 不过好在有夜龙这骚包 一切都轻松搞定 比想象的轻松许多 行了 事情全部搞定 走吧我们 冷飞飞伸了一个懒腰 对夜龙说道 夜龙看着伸懒腰的冷飞飞 大眼一瞪 娘类 要不要这样 这样真的好吗 本章完